这又是怎么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下雨嫁人的 你不说呀 我也猜得出来 肯定是那个咸鱼头 惹你生气了 生气 我凭什么生他气啊 你知道 今天我在陈建廷那里 遇到谁了吗 周继春 被你猜对了 这小子 那天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说了他几句 没想到这小子怀恨戴心 居然投奔陈建廷去了 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作对吗 你这回该看出这小子 真实面目了吧 他呀 跟咱们不是一条心 你对他再好也没有用 我甚至怀疑 那次在法庭上他为我辩护 都是陈建廷在背后 一手操纵的 爸 你说什么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你想想 这俗话说得好 人穷至短 有哪便是娘 他勾引你 完全是看中了咱们孔家的万贯家财 一见我反对 反身他就投奔陈建廷 抱陈建廷的大腿去了 这 这种人能跟他交往吗 爸 你别说了 老爸这么说呀 完全是为了你好 老爸怕你遇人不输苦一辈子 嫌疑头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要越信越深 趁早跟他来个了断 爸 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别说了 这孩子 吴 konuş了 兩次 олов Megan 码 十 陈老板真是大方 儿子 计 ramen 不要 坐下 你把请摆桌上干嘛 当心坏人 我收起来 我收起来 收起来 收起来 掉了一个 快帮我捡起来 快我捡起来 这可不可以掉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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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重要事情要问你的 这个 陈老板有没有跟你谈过 谈过你薪水问题啊 还没谈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不谈呢 来 妈教你几招 把钱收起来 妈 你就可以下餐糊了 我知道陈老板很欣赏你 要不然怎么会给你 这么多票子呢 你呀 以后要悠着点 怎么悠 就是他急 你不急 他不是要你明天去上班吗 不去 等他着急了到家里来找你 他一来找你 这个事就好办了 欲擒故纵嘛 不愧是我儿子 这一点就通 真聪明啊 要夸夸你自己别夸我 哦 是这样 他不是来找你嘛 他要来找你的时候啊 你就做出一副摇摆不定的样子 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行情炒热 你就说 最近有几家大公司来找我 这个薪水嘛 是给得老高老高的啦 做的几家代价儿姑吗 对呀 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儿子 儿子 怎么样这几招 不怎么样 干嘛呢 差点砸我脸你知不知道 你的脸 你的脸 一天就知道你的脸 你还知道别的事吗 我说姑奶奶 你又怎么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周济春去找老爷子了 找老爷子干嘛 陈子布 你可以再婚一点 我又怎么了 你是没怎么了 等老爷子把周济春培养出来 等他再金银证券站稳了脚 还有你的事吗 你就继续混吧 你呀 就别在这危言耸听了 老爷子只是利用周济春 在数学方面的专长 替他赚钱罢了 老爷子是什么人 我比你了解 你了解老爷子是吧 那我问你 你有什么可以让老爷子 利用利用的 你说什么呢 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子 我没有利用价值 他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如果老爷子真是在乎你的话 现在培养的是你 不是周济春 骂他 上回在赌场 就应该把嫌疑团给做了 留到最后还留出事儿来呢 你放这些马后炮有什么用 我放马后炮 我放这些马后炮 原培主你信不信 现在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找人把他给灭了 你小点声 你说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想让那个局分听见再传到咸鱼头的耳朵是吧 我就不明白了 你除了花钱找打手打人之外 你能不能想点高级点子 我觉得ID挺高级的 咔嚓一下一了百了 绝无后患 咔嚓咔嚓 你就知道咔嚓 等你进了牢房 我可不给你送牢饭 我觉得ID挺高级的呀 爸 您不是说你晚上有应酬不回来吃饭吗 我们特别等您就开饭了 真是不敬 我吃过了 我去厨房把您的花旗参拿来吧 不用了 平儿好点没有 好多了 好多了 爸 姥姥 少奶奶 她吃药了没有 吃了吃了 一天三队音队都没拉下 我都督促着呢 就把下人给忘了 渴得还厉害吗 不渴了 不渴了 已经好多了 照这样下去 过几天就好了 嗯 爸 您放心吧 改明儿啊 我给平儿请个中医 给他抓几副中药 这么中心合并 很快他就会好的 你们两个要辛苦一点 不辛苦 不辛苦 平儿就跟我自己孩子一样 您那么说话 不就见外了吗 你刚才哼的什么曲子 是我们家乡的一首摇篮曲 再哼一下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你瞎唱什么呀你 妈 你去去去 你忙你的去 你接着唱 叫声那小轻轻呀 爸 你来干什么 我来报到啊 报到 对呀 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都来公司上班 你先把那个丢人的文凭 拿到手了再说 好吧 文凭没问题 铁定能拿到 爸 您就放心吧 嗯 我放心 这叫什么 梅花啊 讲英文 英文 你英文系念了几年了 该不会连梅花的英文 怎么说都不知道吧 梅 梅 No flower 梅花 No flower 爸 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您看 我也老大不小了 您呢 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你揍我呀 我身体好得很 再干十年都不成问题 可是 可是我不能总这么 游手好闲嘛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男人 哦 你还知道自己是个男人呢 有进步了 我想过了 我现在要是不努力 将来怎么接您的班 你又错了 没有人规定 儿子一定要接老子的班 你也不必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 也别做那个美梦 像你现在这样 致力于钻研皮肤保养和化妆术 热爱舞蹈 又关心同情社会上被欺压 被侮辱的那层阶级 什么妓女 舞女 挺好 我觉得已经挺好了 爸 您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呢 我是您的儿子 哦 您可以给外人机会 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行 你先说你能干什么 我可以学啊 我什么都愿意学 什么都愿意 啊 好 你说的 什么都愿意啊 对 我说的 喂 别忘了 把我的桌子也擦干净啊 我现在的工作内容不是给你擦桌子 你什么意思 想跟我斗是吧 我没有想跟你斗 知道就好 我劝你啊 还是乖乖的认输吧 你斗不过我 爸 季春 这忙完了就到楼下蹲一蹲点去感受一下 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 是 爸 那我呢 要不我也去蹲蹲点 会给你安排的 他这么说 你 fair 聚放 聚放 夫 夫 打扫的东西 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请打扫去吧 楼上楼下都要打扫 你竟然知道我是谁吗你 对不起 你是陈公子 可这是老板吩咐的 虽然伴伦曾经写了不少 以生活经历为背景的情诗 但我认为这绝对不带有自传的兴趣 我偏爱拜伦的情诗 我觉得他的才华 就体现在他的常诗里边 要想读拜伦的情诗 首先要了解他的出生背景 一个情诗高手 必须是花花公子 不是每个花花公子 都会写情诗吧 是吧 密思源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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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药 喝的什么药啊 女孩加班那么多干什么 巨峰啊 给我擦擦鞋 愣着干嘛 快点 李姨啊 你送我的这双鞋 还真是挺合奖的 巨峰 巨峰 你站住 你以后不要去陈家做吓人了 你要找工作 我帮你找 你有什么资格来管我 我是在好心劝你 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得我可以 我认得你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希望你不要再肃见自己 我作见自己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我是陈家的庸人 不是你的庸人 你没有权利对我说三道四 这是什么 呀 你没劲我 我找你 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 我身回报了 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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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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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明依 你去哪儿了 我正四处找你呢 怎么 陈尚本来找我有事啊 还不是因为你家嫌疑头的事吗 今生怎么了 你们家嫌疑头也太贪心了吧 他一边削尖个脑袋 往你家钻 当上门女婿 一边又摸到我们家的 经文证件做职员 连学都不上了 向前向风的吧 丁怡 你去哪儿呀 他怎么了 他心里让人跑了 他咋子去了呀 你问他去呀 把我试材送来 今天我们导演 没有 essee啊 你们在馒递 您看一下 你真的做了 你还在跟我赌气 其实一开始 我真的跟您爸在游戏 但现在 你 你不要说你上手了 上手还谈不上 股票证券跟21点不一样 这里面的学问大着 你不觉得你在浪费 自己的天赋吗 刚刚好想问 我在这里能够学到 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得到很多学校 得不到的机会 相信我 我没有浪费任何东西 我只是不希望 你成为第二个神剑艇 放心吧 我不是为了前来 也许我真的误会你吗 你知道我脾气 就不好 我们先化之前的美意 怎样的爱 还能够回去 非书生我爱你 非书生我爱你 菊芬你先别走我有事跟你说少奶奶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叫你去学校吗 少奶奶忘了带药了 你想错了我是想帮你 帮我 对呀你来我们陈家那么久了 老爷又如此看重你 我想促成你跟周继春 面面孔灵仪的威风 你想想周继春是你的未婚夫 现在又是老爷身边的大红人 老爷能亏待你吗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和他的事 为什么呀 难道你们的婚事有变化 菊芬你坐下来跟我说 来 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别拿我当外人 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分手了 你大老远的跑到上海来找他 都没能挽回他的心 他还跟孔灵仪在一起呢 不对呀 那孔灵仪为什么对外宣称 他俩已经分手了 那是做给孔老爷看的 孔老爷不喜欢他们 哦 我明白了 这就叫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没想到高脚机也会来这一招 真是爱情让人成长 爱情也让人变得狡猾呀 那 你是怎么来陈家的呢 我是走投无路 才来投奔老爷的 我明白了 你是想摆脱过去的生活 重新开始 没想到这时候又遇到了周继春 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 老板 奇迹啊 奇迹啊 什么奇迹啊 今天镇阳西奥股创了股市奇迹 今天收盘的时候 美股已达到三十一块 投资客全都寄疯了 早知道这样 我们昨天就该进场了 集中火力炒作这只股票 这小子这么快就摸得窍门了 神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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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 你真是神通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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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不及啊 神通 加油 神通 各位神通 太神了 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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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在交易所蹲了几天 有什么心得 心得倒是谈不上 可是我觉得股市里面 好像是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赚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钱 欢乐的少 忧愁的多 像前两天就有个郭老板 跑去钱庄借 因此钱要来炒股票 结果押错了宝 输了钱 差点在交易所里自杀 我听说是你救了他 其实真巧 我前一秒刚有想法 就遇上了这个事情 我大胆地说出我的分析 现在想一想 其实觉得有点后怕 要是我收的那只股票没有涨 跌了 那我就要背上害死郭老板的罪名 可是像我们这样搞股票的人 没有几分的胆识是成不了事的 我觉得胆识是一回事 可是也不能够有勇无谋 像那些人就是缺少专业分析 又迷信什么名牌啊 什么内幕消息 出手的时候没有准头 自然就容易输钱 你在交易所待几天 抵得上别人待几年了 我没看错人 你的确是个搞证券的好人才 老爷 我去切点水果 好 先从来 先从来 今天股市开价走低 你说我们怎么办 你看我们要不要 把手头的投票全都跑出去 好了好了 你们先别急 要是现在手上有闲钱的话 赶快去买公寨吧 谁跑的公寨 赶快买公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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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秘书 你打电话 给申报的记者肖晓绍 让他给周吁春做个专谈 股票要炒 人更要炒 好的 我这就去打电话 来 到台上 公蛋 公蛋 不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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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马 不要停 我也要马 不要停 今早听起雨 老特子老 他打乒乓 打乒乓 打乒乓 对不起 没事 真是对不起 请问你周继春住在这里吧 周继春 我儿子 那你就是大嫂子 我姓郭 郭老板呢 我知道你是来买鲜鱼的 快快快 买鲜鱼好 买鲜鱼好 你看这真是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郭老板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为了给你赔不是 我冲了上等的好茶给你喝 好 谢谢 谢谢 你看看这真是 大嫂子 那我今天呢 那我今天呢 是专门来登门道谢的 一点东西 不成敬意 我这条命啊 是你儿子给的 要不是他呀 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 郭老板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大嫂子 您生了个神童 神童 神童 我还生铁呢 你咋这么说话呢 我是说啊 您的儿子是个神童 古式神童知道吧 古式神童 您还不知道吧 您儿子 那是我们的财神爷 活菩萨 他说哪只股票涨 那就一定看涨 简直神了 经过他的一番指点 我几次交易下来 我不光是 把所有的债权还了 我还发了一笔财啊 您说 我这命不是他给的吗 哦 你说你的命 是我儿子给的 就是啊 而且你这个儿子 人品很好的 没话讲 他只给我们指点迷津 他自己从不下毒 等等等等 你是说 我儿子 把赚钱发财的机会 都给了你们呢 他自己却新婚不摘 那不怎么叫活菩萨啊 这一个小兔崽子 他跟钱有仇啊 哈哈 郭老板 你说的那个 什么交易所 我这个老婆子 能进去看看吗 能啊 三岁小孩都能进去 在那儿 发财不分老幼贵贱 大嫂子 只要你瞄准了股票 踩准了点子 大盘一开 这白花花的银子 就像流水一样 花花的往你口袋里流啊 大嫂子 你可真是守着一座金矿啊 这股市神童的家里 就是要扣钱余的 这是不可思议 郭老板 赶别让你也带我去那个什么交易市场去瞅瞅 我也想去看看那有什么金山啊银山啊 好好好 你好 赵先生好 小兄弟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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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不瞒你说啊 我最近在股票上押了不少钱 我心里真发慌啊 你在这家公司里头人头少 消息多 能不能给我透露点消息 到时候赚钱我和你分成啊 郭老板 我才刚来没多久 而且我只是帮陈老板分析 具体的事情我并不掌握 你这个小兄弟人小鬼大 说话地水不漏 你跟钱有仇啊 你看见钞票不动心吗 我只赚我该赚的钱 藏在河边走哪又不吃鞋啊 小兄弟 脑筋灵活一点 钞票会滚滚来啊 对不起 我还要忙 来来来来来 坐下坐下 干嘛 来 明天报纸上可就要登你的照片了 你可要出大风头了 知道吗 出什么风头 你小子呀 老鼠掉进米缸里碰见我爸 这么器重你 栽培你 还让你接受采访上报出风头 你小子这回可是转了 将来你要是有什么好处 你可不能独吞啊 你得想了我一点 别动 你干嘛 卷头发也给你 我干嘛卷头发我不是女人 本少爷给你卷头发那是看得起你 那是你的福气 你头发太硬了 我给你卷卷好看 别动 要不 我给你换个新的造型 哎 大家好大家好 有了啊 你先说 你好我是山报的记者蓝小梅 请问哪一位是周继春先生啊 我就是 他的同事陈子布 来 这位就是密斯托周 你好我是周继春 你好我是蓝小梅 哎 这个名字好啊 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有一股蓝莓芳香的气息 要不我们先拍几张照 然后再做采访好吗 好 没问题 我跟周先生一样 都是威震四方的虎式杀手 你们可以跟我们两个人合照 对不起 我们只要一个人的 哦 没问题 来来来来 对不起 我们只要周先生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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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答我 周先生 周先生 我们就耽误您一点点的时间 好吧 什么 机器被扣了 扣在什么地方了 我们也是刚收到电报 四肢机被扣在广州口岸 一群饭桶 你们是干什么事的 为什么被扣在广州了 老爷您别着急 合约上写得明明白白白 咱们是在上海口岸验货 验完货才放尾款 只要是在上海以外地区出状况 有意大利方面负全责 跟我们无关 合约 合约 合约顶个屁呀 两笔款子我都付出去了 我损失的是大头 老爷 这事好办 好办 机器都被扣了 你还说好办 好 我想 广州海关那边 无非是想吃点银子 我们给的就是 姚乡李 你带上银行本票 赶紧去广州跑一趟 把这事情给我摆平了 别耽误了咱们开场的黄道吉日 是 这又是在用炖刀子割我的肉啊 这些吃肉不吐骨头的蝗虫 老爷 还有一件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 还有比这更不好的消息 我们善言的股票还在继续往下跌 还跌破五块 四合 你说 这一切 会不会是陈建廷这个老家伙搞的鬼啊 可是 现在市面上吃我们股票的人 就是陈建廷 要不是他一口口吃劲 我们的股票恐怕要跌得更惨 陈建廷这个老家伙啊 一向精明 赔本的生意他是不会做的 他为什么出钱为我护盘呢 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四合 四合 你说 陈建廷会不会还在打咱们善言山号地皮的主意啊 从最近的近况看 还没什么动静 我也在琢磨这事 有点吃不准 哎 当初啊 我要是不听信陈建廷的鬼话 搞什么股票啊 积资啊 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哎 我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哪 好 你下去吧 去吧 财怪方面我会盯着 保证不会再出纰漏 您放心吧 我就在外面 如果有事就叫我 这是今天的报纸 我是神童周继春 妈 废了半天劲 连根毛都没登上 咸一头上报了 还烫头了 我给他设计的 得了吧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八戒周继春 你就能上报出风头啊 你不撒泡尿罩着自己 我哪比不上他了 你哪比得上他 你毛孔比他小 皮肤比他滑 腰比他细 屁股比他翘 你满意吧 袁非珠你说话 可以更恶毒一点 对 没错 我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可是当初是谁死即白来的 要追这绣花枕头 是谁非绣花枕头不嫁来的 你 怎么 绣花枕头抱够了 要去抱周继春呢 好啊 我不拦着你 去吧 等他盘子做大了 不是没有这可能 人家盘子做大了 能看得起女人配珠啊 你也撒烹调照照你自己 你 少奶奶 你要的红枣银耳羹做好了 送到我房间去吧 是 大令啊 我要回房去了 天气这么冷 要多穿件衣服 小心感冒啊 这个咸鱼头 李 爸 你怎么来了 我就不能来看你啊 今天啊 华盛银行的杜老板六十大寿 陪老爸去应收应收 我不去 为什么啊 那么多姨太太你叫谁不好啊 你那几个姨娘啊哪个有你体面带得出去啊 走吧 车在外面等着呢 嗯 嗯 令一啊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老见不到你人影 忙功课呢呗 少奶 吹牛都不打草稿 嗯 少奶 吹牛都不打草稿 哼 嗯 我对周济春的看法从来没改变过 我对周济春的看法从来没改变过 济春现在可神了 所有股市里的人啊 都把他当成活不撒眼供着 是啊 哼 哎 现在周济春是出尽了风头啊 数学神童摇身一变成了股市神童 哼 济春真是做什么像什么 以前我还反对他 没想到他做得这么好 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哎 你应该佩服我啊 佩服你什么呀 佩服我天安男朋友的眼光啊 能进入我孔令一发眼的 没有两把刷子可不行 哎 我可警告你啊 就朋友可以 但只限一普通朋友 哼 真不错啊 看现在就行了 就行了 咱们都转一起了 这下好了 对一下 走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就是啊 干嘛 干嘛 你们干什么 你别走啊 干嘛 走 你别走啊 老板 周先生到了 你们先下去吧 老板 没下的你吧 老板怎么了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交易所露面了 为什么 神童怎么可以天天露面 拿不成了算命先生了吧 神童不是人人能见到的 要有神秘感 要神龙见首不见尾 要想见神童 要听神童的指点 可以啊 对不起 把钱交给金元证券 由我们来做他们的经济 替他们操盘 所以你之前叫我到楼下 是为了要创造一个神童的神话 我说你聪明嘛 一点就通 走走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不 不急 套一句你们瑜伽的话 网都洒出去了 还怕捕不到鱼吗 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怎么这么坏 出来我们该怎么办 小心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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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 你们是不是找神童 是啊 神童在哪 是啊 火老板 你知道神童的家咯 我没有找到神童 但是我找到神童的母亲神母 神母 神母 我们要找的是神童 你找神母有什么用 此言差译 没有神母哪来神童啊 没有鸡哪有蛋啊 是啊 我们找到神童 我们可以通过神母 就能从神童口中探听到股市名牌 能掌握股市行情啊 神母 神母 真简单啊 对 神母他在哪儿 对 是啊 对 在哪里去了 出来 这就是神母 这位就是神母 神母您好 您好 神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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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母 就是这样 真的假的 怎么讲 是啊 郭老板 你不是糊弄我呢 我看你是麻婆豆腐充金刚钻 你还神母呢 我看你啊 就是个神经 对 你说话客气点啊 我是假的 我看你才是假的呢 我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看见没有 你看看 这是我儿子 高中毕业的时候 在家开的 全家服务 对啊 神母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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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母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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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神母在这儿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但是 得收咨询费的 多少钱 两百块 对 两百块 两百块就可以给你们可靠的消息 两百块 准赚 赚赚 赚赚 赚赚赚 赚赚赚 来来来 别急 好好好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拿我的 拿我的 哎呀 季春啊 妈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嗯 这个央行的债券 是买空 还是卖空啊 你怎么突然对债券感兴趣了 哎呀 你别打岔 儿子啊 你告诉我 是买空还是卖空 卖空吧 卖空 妈 你想买债券啊 哎呀 不是我想买 嗯 是隔壁的卖菜那个妖书啊 她想问 我告诉你哦 不准买哦 为什么 听我的就对了 不要买 这东西没你的好骨子吃 哎 只要你金口一开 一言九鼎啊 多少人都跟着你发财 啊 就许别人发财 就是我们周家传屋的 就活该在这里卖臭鲜鱼 过苦日子啊 你日子很苦吗 我现在一个月 连工资带花红六七百块 还不够你花啊 比起我们以前的日子 我们应该知足了 嗯 你不要只看到狼吃肉 没看到狼挨揍 那些在股市里面折腾的人 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哎 你呀 别跟我讲大道理 别人输钱 我相信 要说你输钱呢 打死都不信 要不然 那个神童的称号 是白封的啊 妈 妈给你热汤去啊 买空 卖空 买空 卖空 卖空 千万不能忘了 嗯 卖空 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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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好漂亮 喜欢吗 你才挣了几天钱 就开始乱花钱了 令姨 以前都是你对我好 现在该轮到我了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你一样东西 我好喜欢看你笑的样子 对了 星期天来我家吃饭 去你家 干吗把眼睛睁得那么大 我们家也不是虎穴 那是你请我吃饭 还是别人 这话要被我爸听见了 又要气死了 当然是我爸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啊 丑媳妇要见公婆 丑女婿 也要见自己的岳父大人呢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今天太阳 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 我爸好不容易才答应的 你不要再拿翘了 我不是拿翘 我是怕 怕 你平时眼不眨心不跳的 你还会怕 是麦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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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是麦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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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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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跑是吧 我不是有力的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别冲在这儿 神童的对面 神童 神童别跑 等一下 你们干什么 不要追 等一下你冷静一点 神童 你干嘛 怎么了 神童把我们害惨了 神童 神童的母亲不就是神童吗 我妈怎么了 我们让她回 回家问你 这个 央行的 债券 是买空还是卖空 是 央行债券 你当然是卖空啊 可你妈说让我们买空啊 还得我们是鼻情脸肿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的 谁让你们太投机 听一个乡下女人的话 我们以为你不好意思 让你母亲出面来收我们的咨询费啊 咨询费 咨询费 我们每个人付了两百块钱的咨询费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好 我把钱还给大家 你给我钱 好 算了算了 神童 这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这点钱算了 你还是给我们点实际的消息吧 这样比较实际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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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本月里交更以前 央行债券会微波反弹 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好不好 好 用您这句话 我们就放心了 好好好 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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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季春 丽姨 对不起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你嫌呢 妈 你看你的脚 我的鞋呢 我的鞋呢 我鞋呢 妈 我带你买鞋去吧 令姨 还是令姨好 买鞋去 季春 走吧妈 买鞋去 买新鞋 令姨带我去买新鞋 孔老爷 老爷 客人到了 孔老爷 欢迎 您好啊 孔老爷 给您请安来了 免礼 免礼 这些都是我的内人 孔老爷 你真是有福气啊 你看看这姨太太一个比一个漂亮 这叫什么来着 这叫齐人之福 齐人之福啊 季春啊 以后等咱们有了钱 也发达了 你也娶那么多姨太太 多生几个胖小子 妈 别乱说话 这什么味道啊 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知道带什么好 就带了几条咸鱼 你们闻闻 太太闻闻 闻闻 多香 我就想给姨太太尝尝鲜 真香 我好久没有吃到地道的磅城臭咸鱼了 谢谢你啊 周太太 妈 吃完饭我陪你逛逛啊 嗯 还是礼仪好 就你话多 就是好 你闻到这臭咸鱼味啊 我呀 还真有点饿了 你们呀 吩咐酥妈 咱们呀开饭吧 周太太 请 这多大 多好啊 你刚才叫的什么 要你滚 妈 她就拉呀拉呀 那个网可沉了 她以为是珍珠宝贝的 没想到打开一看 哎呀 是个大王吧 大王吧 你吃天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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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看 又可以考 多大大 听说你们家在上海开了一家咸鱼店 怎么样 生意还好吧 托您的福生意还挺好的 难得孔老爷喜欢吃咸鱼 下次我给您带来呀 不收钱 这亏本的生意谁来做呀 哎呀 我们是托孔老爷的福都是一家人 还什么亏不亏的呀 请喝茶 谢谢 老爷 来 喝茶 伯父今天召我们来 是有话跟我说吧 嗯 好 咱们就开门见山 你现在是古世神童 媒体把你捧上了天 陈建廷把你当成了宝 谁要是想得到你的指点 谁就要把钱交给金元证券 而陈建廷呢 从中抽头谋取暴利 你现在成了他的生态工具了 我今天请你来呢 就是想跟你商量合作的事情 合作 嗯 我想请你到我们的善言商号来 帮我打理股票这一摊的事 不画了 别动别动 还没画好呢 就是 画上这种年轻多好看了 还是三倍回画 看你是多漂亮 年轻多了 回来了 这谁呀 嗨 神母啊 这都不知道 哦 神母 知道知道 神童的妈 善言商号 自从听信了陈建廷的建议 画盘上市以来 诸事不顺 股价更是节节败退 我分析的原因 就是我们缺乏股市方面的专才 而你呢 正是最合适的人才 伯父 我 陈建廷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我可以在他的头寸上 再加一成 怎么样 可是 嗨 不要可是了 就是宠定仪的面子 我想你也不会不答应 不过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不要以为 我请你做了我的顾问 就是表示 同意你和令仪继续交往 咱们一马说一马 公是公 私是私 这两件事情 不能混为一代 你要是干得好呢 我孔某人 绝不会亏待你 但是 你千万不要打 令仪的主意 我的女儿 不是为你这种人准备的 孔老板 你还没问我 愿不愿意来你们善行商号呢 你这样子讲 会不会太一厢情愿 我想把话说完 谢谢你请我跟我妈来吃饭 但是我不会答应你提的合作 还有 我跟令仪交往 并不是因为你们孔家有多少钱 真的很有钱吗 搞不好我到你这个年纪 比你更有钱 你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我话说完了 谢谢贵妇的晚餐 季春 今天就画的 画完了 挺好看的 行了 好不当的 不怕的 妈 妈 好 你们在干嘛 他们在给我化妆 化妆 不要太过分 还没画完呢 走 再见 再见了 再见了 干干什么呀 季春 季春 我要去跟孔老爷打招呼 出什么事了 季春 急忙忙的 季春你怎么了 李易 李易 季春 几圈 几圈 儿子 怎么了 生气了 去把灵洗一洗 儿子 那个孔老爷 把你叫到他的房间去干什么呀 是不是你又跟他吵架了 儿子 他是以后你未来的孕妇大人 你谁都能得罪 就是不能得罪他 他是个阎王爷 你要是把他给得罪了 他不把女儿嫁给你 那不是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了吗 今天就不应该去他们家吃饭了 你看他们家一个一个那个嘴里 他们把我们当猴子 看当猴子耍 请客吃饭 有钱瞧不起人 有钱看不起我们 儿子 妈知道 妈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可是 谁叫咱家的身份比他低呢 我不觉得哪里比他们低 我们的身份就是比他们低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你要知道 那有钱的人就是熊救救气昂昂 没钱的就是加一把狗 妈做了一碗上流浪了 你以为妈心甘情爱的被那个移他的移动吗 妈都是 那都是为了您好 那都是为了您好 我还是要治免医养的 孔小姐 没有看不起你 你就跟孔小姐交往 又不是跟她家人交往 你生这些干什么 浪费时间 妈 浪费什么时间 你和孔小姐的百年和好 丽丽在不跟她爸之间 只能够选一个 不然我们永远都成不了 儿子 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人要将心比心 要是孔小姐 让你再和你爸中间选一个 你会忍心吗 儿子 古语说得好 忍得胸中一口气 方能做得百年人 等你娶了孔小姐 你那腰杆就硬了 你走起来地也要斗三斗 连孔老爷见了你这个孤严 都得让你散分 儿子 你就不能忍忍吧 儿子 妈 我们去洗礼 老板 你找我 坐 交代你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 代表公司去跟善言商号谈判 还是为了那块地皮 对啊 老板 我一直都不明白 上海滩的地皮这么多 为什么你非要那块 上海滩的地皮虽然多 但像他那块 风水好 势口又好 那是万中选一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你跟孔丽怡的感情问题 不方便出面 是 那就好 其实啊 没什么好为难的 那块地皮他卖给我也好 算他投资入股也好 都随他 我给他优厚的条件 对他绝对有利 但像他现在这样 抱着一块风水宝地 死守着传统的沿夜不放 他是在招他这块地 交给我 我可以保证让大家发财 好 那我什么时候去跟他谈 不急 这几天先收集资料 功课做足了再去 到时候我会找两个 有经验的人陪你一块去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啊 请 你们在外面等 请 爸 两位请坐 不好意思 请稍等 老爷 股票神同周济春来访 周济春 他来干什么 不太清楚 你先去应酬一下 看他说些什么 是 不好意思 好 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 孔老板呢 孔老板现在有客人 不方便 他要我代表他 跟你们谈 这是我的名片 于子和 来 请坐 请坐 于副总 之前我们邀请贵商号 一同开发金融大厦 但是被孔老板拒绝了 所以今天公司派我来呢 是要正式地向你们提出 购买善言商号地皮的意愿 好 我们孔老板已经向陈老板讲得很清楚 善言商号的地皮 是不卖的 给再多的钱都不卖 不过 我们倒是有几块闲置的地皮 如果 他要地皮要得及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卖给他 给他盖金融大厦 这是我们金融大厦的设计图 我们陈老板的意思是 等到大厦落成之后 会将最好的三 四 五层 留给善言商号 而且租金呢 绝对远低于市价 如果贵商号改变初衷 愿意以地皮入股的话 其实占股的比例 我们还可以再调整 绝对不会让孔老板 吃到一点点亏 没什么好商量的 回去告诉你的主子 只要我孔善仁还有一口气 我就绝不会买地皮的 孔老板 希望你冷静一点 从去年到现在 上海滩是现营过剩 营根宽松 金融界炒地皮 盖高楼的动作不断 既然善言商号的地皮 是上海滩最好的一块 和不趁这个时候 高价把它卖出 这样你可以收到 一大笔的收购金 而且到时候 更可以让善言商号 坐入在全上海 最高级的金融大厦里面 岂不两全其美 再说 贵公司的股票 最近表现不佳 够 你 你还在我面前提那只股票 哼 陈建廷一直想 蚕食我这块地皮 一步步给我下套 你会告诉他 我就是卖 也不会卖给他的 股市本来就是一厢赌博 哪有止盈不输的 难道孔老板忘了 刚上市的时候 高歌猛进的荣景吗 你跟我走 你们有资格跟我讲话 孔老板 我们是诚信诚意到这里来 是来给你看图纸 谈合作的 您这种态度 没法谈下去 走 你们都跟我走 孔老板 你也记得 我们不会因为 善言三号的反对 而停止建造 金融大厦的 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走 陈建廷 想要我的地皮 做梦 老板 我看陈建廷他们提的条件 我们可以考虑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谁要是在跟我提 卖地皮的事情 谁就给我滚带 是 那信孔的 不但把我们的设计图 给撕了 还把我们给赶了出来 老家伙还真是顽固啊 令音 我刚才去学校找你 运后春天下午没上课 你还知道找我 哎呀 儿子 你怎么才回来 孔小姐 跟我来 儿子 有话好好说 不要吵架啊 怎么 这么快就当起 陈建廷的炮弹了 他指哪儿 你打哪儿 你说 陈建廷给你多少好处 我就给你多少好处 没有人给我什么好处 我今天就是公事公办而已 我没有针对谁 你就是针对我 我没有针对你 你针对上言上号 就是针对我 干金融大价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就算我不做 也有别人会做 就算连陈建廷都不做了 欧洲银行财团还是会继续做 我不在乎什么财团 我在乎的是你 基川 你能不能不谈这趟浑水 灵妮 我知道你一下子 不能够接受卖地皮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听我说 现在局势这么乱 地皮又带不走 还不如把它卖得换成金条 更能够保值 为什么现在市面上金贵银件 就是这个道理 你懂什么 你知道这块地皮对于我们孔家来说 意味着什么 基川 我孔令你没求过别人什么 就算我求你 为了我 为了我们 别跟我爸作对好吗 我没有跟谁作对 我今天就是公事公办 而且这个是对你们孔家是好的 没想到你这么冷血 我不是冷血 现在这种局势 你就应该把不动产这个包袱 丢给陈建廷 自己全身而退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爹糊涂 我不希望你跟着他一起糊涂 我是糊涂 我糊涂怎么没看出你是这么冷血的人 令妮 季春 你要还爱我 再想一想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老爷 老爷 我们去码头验货了 大开箱子一看 里面根本没有机器 全是石头 你说什么 石头 几十项全是石头 我们调查有关方面 他们说我不知道 老爷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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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 叫医生 医生 我是孔山人的女儿 我爸他得什么病了 你父亲已经脱离危险 现在没什么大碍了 但病人必须静养 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爸到底怎么了 是轻度中风 我爸在哪个病房 在那边 小姐来了 你们都出去吧 小姐发话了 都出去吧 俞书 你也出去吧 哦 爸 爸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老爸不会死的 老爸咽不下这口气呀 爸 发生什么事了 爸 肯定是陈建廷 肯定是陈建廷这个老贼干的呀 这件事情是不能耽搁的 是信用问题 好吧 好好好 有事吗 善言三号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批十字机 今天早上在六号码头验货的时候 发现被人调包了 有这回事 孔三人一疾病倒了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有我 老板 有些事我知道我不应该问 可是我还是要问 这事是你派人干的吧 为什么认为是我做的 因为你那天说过 看来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就因为我说了这句话 你就认为是我做的 如果我说我气得想杀人 外面有人死了 就是我杀的了 那倒不是 对不起 我不怪你 但我要提醒你 以后遇到事情要用脑子 就像你预测股票一样 冷静 精准 不要感情用事 爸 听说孔三人生病住院了 我已经知道了 季春 你代表我去一趟医院 去看望他一下 老板 你看这个时候我 爸 我也一块去 好吧 你们一块去吧 记得买点最好的水果 好 没问题 放心吧 行 走 好家伙 棺材还没送到 你就躺下来 嗨 密斯孔 好久不见哪 你还是这么光彩照人 你们来干什么 令姨 你爹没事吗 哦 我们是代表金元正确来看望令尊的 用不着 令尊的不幸呢 我们也都听说了 我们也赶到十二万分的赛 你呀 也要节哀顺变 收起你们吐死灰的嘴脸吧 回去告诉你吧 警方已经立案了 很快就会查个水落石出 多行不义 必自毙 陈建廷早晚有吃牢饭的一天 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 你大小姐脾气一点都没变 行行行 你也消消气 这个呢 是我们给令尊买的日本富士苹果 还有这个从巴拿马 拿走 走 这么好的水果你扔了干嘛呀 令姨 走 你知道我今天在医院碰见谁了吗 孔丽姨 答对了 大力啊 你今天可是错过了一场好戏啊 什么好戏啊 这个周继春啊和这个孔令姨啊 今天在医院差点没打起来 他俩不是情侣吗 怎么打起来了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孔令姨一直认为他爸爸的病啊 是被金元证券给弃的 我们不是要买他们善言商号的地皮吗 周继春呢 又在我们金元证券上班了 那他孔令姨可不就恨周继春吃里扒外吗 我看今天有好戏看 我就跟着一块去了 没想到啊 还真有点意思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是怎么个阵势啊 这个孔令姨啊 把周继春给他买去的鲜花啊水果啊 全都给扔了 不过以孔令姨的性格啊 就应该揪住你们猛揍一顿 他已经算够客气的了 可见他对你和周继春 孔令姨这两个前任情侣 还就情未了啊 爸 爸 嗯 孔令姨的情况怎么样了 哈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轻微中风 我说嘛 这场仗才刚开始打 对手怎么就倒下了 子伯 明天约几个记者吃饭 放点消息出去 把善言的骨架再往下打一打 我要让他喘不过气了 您就放心吧 爸 我一定照办 陈老板 陈老板 我是申报记者 我是大呼报记者 我给你们透露一条内幕消息 绝对轰动 善言商号从意大利进口了一批丝织鸡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到了上海码头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石头 什么丝织鸡啊 连个影都没了 善言商号的老板孔善仁中风 住进了医院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那孔老板现在怎么样了 我这儿还有一条更劲爆的 这一切都是孔善仁自导自演的 怎么说 善言商号其实早就不行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钱买机器 什么要建私厂啊 要进口机器啊 全都是谎言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营造利多的假象 来刺激疲软的善言股票 举芬 健身哥 这么巧 你在这个学校上学啊 嗯 我每个礼拜三 都会来平民学校上课 学什么 说说他让你见校了 好 我不问了 你家老爷还让你出来上学啊 老爷可好了 我出来上课 他都不扣我工钱 你气色看起来 比以前好多了 是吗 你呢 最近好吗 挺好的 就是有点忙 现在医院缺医生 我们医学系学生 每周要到医院排三天的班 帮忙看诊 学校医院两边跑 得注意身体啊 哎 你最近和季春哥联系了吗 没有啊 听说他最近又和孔力怡闹翻了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和孔力怡分手 你会回到他身边吗 你会回到他身边 我 我只是问问 你还是忘不了他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再见 先进神歌 看报 看报 叼宝剐魔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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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宝剐魔弹 叼宝剐魔弹 失 tay 失 很大 叼宝剐魔弹 失athan 不动叙 失賽 救命 便宝剐魔弹 爸 怎么样 陈子步啊 陈子步 你比我想象的要愚蠢一千倍一万倍 我又怎么了 今天各大报纸的头条不都是善言善号调包的事吗 报纸上怎么会有你的名字 我 我 你这不是叫死地乌银三百两撤起屁股给人看 不是 是那些记者乱写的 你还赖 我打电话就问过 他们说是你特别交代要登你的名字的 我 我 这个陈氏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我对你失望透顶 去去去滚 爸 你听我说 好了 看你那花护柳少的样子 我一见你就欺负哪一出来 滚滚滚滚滚 你是来开笑会儿的吧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另一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公司 总之现在不是一个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赶快想出对策 对策 什么对策 进一步计划善言善号的对策吗 要想拉抬股市 唯一的办法就是释放利多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一下银行出面为善言做担保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相信我 另一 这是应得股民心情最有效的方法 我凭什么相信你 另一我答应你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 你还金元成券 你还成鉴定 相信我 找一张纸给我 这次股票大跌造成了连锁反应 银行对我们缩紧银根 逼我们提前还款 几家跟我们有贸易往来的商行 也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 突然派人来追讨围款 就好像我们明天就要倒闭似的 这些王八蛋 我孔山人还没死呢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们 对了 跟意大利方面交涉得怎么样啊 他们咬定 机器是在中国境内被调包的 跟他们无关 他们还怀疑 是我们自己做的手脚 那只好跟他们在法庭上见了 你去给我请上海最好的律师 准备打官司 好的 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让善言商号挂牌上市啊 这个该死的陈建廷 坑苦了我了 我也没想到 这以前咱们商号要有点事吧 对外还总能藏着掖着呢 现在 批一点大的消息 都能造成股市震荡 搞得我们成天齐心吊胆 成皇成孔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 什么时候又跌了 是啊 我现在琢磨出陈建廷为什么大量吃进我们的善言股票了 为什么 他是想一步步的蚕食我们 子豪 你马上去查一下 看看陈建廷一共吃进了我们多少股票 是 还有 你马上掉一笔资金 入市托盘 不能让这个老家伙 再逢低吃进我们的股票 好的 去吧 你现在去找华盛银行杜老板 把这封信交给他 有用吗 有用 一定有用 据我所知杜老板跟你父亲的交情不俗 华盛银行出建的时候 善言三号是最大的存户 如今善言有难 他们不会说说旁观 我去试一试 杜老板 善言三号的孔丽仪小姐要见你 孔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她说她父亲托她带一封信给你 孔湛然这时候找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吧 你就回话说我外出开会去了 是 让孔小姐把信留下来 好的 杜老板 你是 我是孔山人的女儿孔令仪 你怎么这样打扮 我要是不这样打扮的话 怎么能接近您呢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是家父给您的一封信 这事恐怕 恐怕有点难做呀 现在只有您才能帮善言三号渡过难关了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只是一家小银行 其实您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您召开记者会 表示您愿意替善言三号做担保 这样就可以了 孔小姐 宝不是凭空乱单的 担保要负法律责任的 就目前善言三号的财务状况 拿什么做担保抵押品呢 拿您和家父几十年的交情 这个 当年贵银行出现的时候 出现经济危机 是家父鼎力相助 并且掉落一百万现银 才挽回了贵银行的经济危机不是吗 是 孔老板有恩于我们华生银行 但华生银行也没有亏待过善言呢 哪回放款不都是最低的利率 即使是银根再紧 我对善言都是一路绿灯啊 那你就再开一次绿灯吧 善言古跌停板 此乃是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呢 这个我也无能为力 对不起失陪了 杜老板 孔小姐你 我爸现在已经急得进了医院了 他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了 我求求您救救我爸 救救善言三号吧 孔小姐你起来 有话慢慢说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这封信不是我爸写的 什么 是我写的 我爸病得连笔都拿不起来了 现在只能躺在病床上 我不敢让他知道这些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懂 我现在只能求您了 难得你对你爹的这份孝心 他没白生你这个女儿啊 只要能救我爸 我死都愿意 灵萍 杜老板怎么说 他叫我先回家 明天给我答访 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好累 季春 抱紧我 你还爱我吗 我爱你 没事了 谢谢你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了 我还要上医院看我爸 小心点 走吧 祝老板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 你好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们 大家都知道 最近市面上 对善言三号 有一些负面的传闻 其中大都是空穴来风 捕风捉影 我们华生银行 愿意为善言担保 善言商号 绝对没有财务问题 我们将继续对善言商号放贷 私场的筹建 也不会因机器遭窃而停产 希望外界对善言商号 有信心 希望股民 对善言股有信心 同时也希望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士闭嘴 善言商号 是不会被谣言击倒的 谢谢大家 华生银行出面 给善言商号付担保 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善言商号 没外界传得那么糟糕 要是他们财务真的出了问题 银行还敢出面担保吗 神通神通 你看今天报纸了吗 看了 你说善言商号的新闻是真是假 华生银行杜老板都出面担保了 还能是假的吗 这么说善言商号的财务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那我们可以进场买善言股了 可以啊 那我们走 走啊走啊买善言股了 善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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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南发搬酒瓶 眼看一盘死气居然被他吓 这都什么时候 你还在听那些迷迷之音 你就不能对公司的事情 上点心吗 不是有神童在吗 我上什么心呢 爸 子布又惹你生气了 我要生他的气 早让他气死了 菊芬 盛奶你有何吩咐 去把老爷的高丽参茶拿来 是 晒言商号又上报纸了 最近孔家可是大出风头啊 老白 三十三号今天股价怎么样 生瓜多少 六块多 这渡南发还真有拉抬的效应啊 我马上过来 爸 您先别走 什么事啊 我发现这张报纸上 有些不寻常的端倪 这不是孔令仪吗 怎么了 我只是好奇 从来不踏进善言商号一步 对公司业务完全不感兴趣的孔令仪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而且站在杜老板身边 这不是很奇怪吗 有什么奇怪的 孔三人卧病在床 做女儿的替他爹出席杜老板的记者会 有什么不对吗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好好想想吧 我去公司了 爸 您走好 高 这一招啊 实在是高啊 你是说请杜老板出面做担保那件事情啊 是啊 连我都想不出来的高招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能有什么高招啊 我连华盛银行朝南朝北我都不知道 那是谁叫你去找杜老板的 于子和 不会 据我对他的了解啊 他走不出这么漂亮的一步起来 快告诉老爸 到底是哪位高手 指点你的呀 你真想知道啊 当然了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说吧 周济春 是他 贵客临门 欢迎欢迎啊 阿弥陀佛舟舟 来 请 谢谢 来吧 爸 坐坐 多坐 怎么样 今天股市收盘的时候 山岩的股多少钱收的 十一块 我看明天还要涨 突破十五块是没问题 爸 你喝洋酒行吗 行 季春陪我喝两杯 可是我喝一点就会醉 喝两杯没事 醉不了 季春怎么会醉啊 他比任何人都清醒 吃吧 那来吧 俊凡 别气了 老爷已经上桌了 快上菜 哦 谢谢 俊芬 别走 留在这儿伺候客人 是 诶 米苏多州 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善言股票会起死回生 在一夜之间由跌停股 变成了涨 诶